讲到有关就是702这一题 宿主 宿主合并排序 其实宿主一般就是所谓的那个tuple tuple我们把它翻译成要宿主 怪怪的那些tuple就好了 反正tuple就是唯独的list 唯独的串列 那它输入两个之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并且做排序 就是大概这样子 未来你们考试的时候 它会帮你产生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的话基本上 其实这边有一个链接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好像会跳出这个保留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这个题目就是将来 类似考试的时候会产生档案 那其实它 我们是把它下载到我们 我是带低叠底下 或者在下载区里面 但未来你们考试的时候 它会帮你放在c叠底下 的一个目录叫什么 csf.ans这个目录里面 那也就是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 像如果第一类的话就1010 01 0203 你一直往下 这个编号可能不会是这个题 可能是第一类就01 0203 一直 所以总共有9题的话 就是PYD01到09 那是哪一题不知道 就是它会随机出 然后会给你题目档 放在你桌面上 如果你之前考过试的话 应该都知道 第二的话 你的Spider桌面上也有 不过它图示可能会是Spider图示 因为我是直接从 我们之前讲过的 从哪一个呢 从我们那个 Python的3732里面的 script里面 我把它安装起来 其实把这个路径拖到桌面上 那直接把它打开来 Spider 考试的话呢 我们是用那个Spider来考试 所以把那个Spider打开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开启的话 这边基本上我是 先把它恢复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 假设我Spider打开之后 那这个档呢 基本上呢 我把它取代好了 恢复成原来的 那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它打开这样 我的习惯 就是直接用拖拉放就好 把它拖进去就好 或者你用开启档案也可以 你可以用那个开启档案 去找到C碟底下的 ANS.CSF C碟底下 C碟底下 本机里面 然后找了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找 比较麻烦一点点 ANAS在这里 打开它也可以 开启 那我自己考试的经验这样 我的习惯是把那个Spider稍微缩小一点点 PYD要把它存成 另存成 我记得好像没有存档 好像本来的档案名称就是PYA 你们注意一下 我记得我是没有 我是直接储存 储存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选取档案 送坪就可以了 如果你送坪之后的话 它如果跳出绿灯 那表示你就对了 你就会往下做了 那如果错了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回到Spider 然后把它修改完 修改完之后重新再送坪 它可以不断 它没有次数限制 我是说只能够送坪几次 就不能再送坪 OK 那也就是你把它踹到对了 不过基本上一题不要踹太久 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一题卡住的话 你可以先做别题 反正七十分就及格了嘛 你不用一直执着一定要那一百分 我是觉得你至少先要求自己有七十分 我想要七十分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对不对 总是九题里面 你大概会个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二十分 第四题二十分 在做个有二十分之后 你再做个五题 就拿到证照 如果有证照之后 因为考试时间是一百分钟 一百分钟的话 你就先拿到了之后 你如果想要慢慢弄 还有很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去把其他题做完 如果不想那么麻 你刚刚就是有证照了 你时间到就可以先离开了 这样的话你证照就到手了 主要啦 不过前提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优先 还是以拿到证照为主 你千万不要玩一玩 玩到最后连证照没拿 为了一提就卡住了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 把那个题目放到蜘蛛之后 然后再开始作答 那你会发现它里面有预设的东西 比如说刷刷这一个 那这一题当然它里面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它一定要我们用什么的 用那个制定函数 所以题目里面如果有讲到你要怎么做 那你一定要去做 那里面好像就是有特别要求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要把它做一个制定函数的写作 那其实写的方法的话 我在云端上有放就是这边我们来看 云端上我这边有提到一个参考的答案 那这个参考答案里面的话第一个 这个六七零七零二在这里 这个是没有写成制定函数的写法 OK我先把这一个抠过来 因为这大概大部分的东西我想前面都教过 自如要放大的话你就Ctrl加好 加的话记得是用中间那个加 跟Eclipse一模一样 有没有加 缩小的话Ctrl- 也是中间的 放大一下 OK我们把它放大 那这边的话怎么写 第一个 我因为那个tuple它没有办法append 所以我必须要借由一个list1 去做什么呢 做帮我输入的动作 所以input的进来把它转成数字之后 如果不是999-999的话 就帮我append它 pend的进来 然后这个是再把最后结果的list 转成tuple 转成数字 存放在tp1 那第二个是create的第二个 你会发现 这一段跟这一段 基本上长得快要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呢 它这边是叫list2 list2 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关键就是如果将来你们会有 长得很像的东西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要考虑 要把它变成制定函数 为什么因为你执行 程式就不用重复写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 当然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还没有改成制定函数之前 那怎么改 待会讲 最后他要求是把这两个宿主 串在一起之后 变成另外一个宿主 tp3 最后把这个tp3输出之后 做一个重新排序 我们先执行 执行的话一样 其实在那个spider 你们可能考试前还是要跟他熟悉 培养一下感情 不然的话到考试你不会用 那就糟糕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反正编辑器 左边这一边就是编辑 上面一样执行 执行完之后在这边输入 所以执行一下 它会出现什么 好 请你create那个tuple1 有没有就直接create这个 那我们就简单输入几个 那考试 当然你可以 针对它上面给的数字去做打 是最ok的 但是如果没有 像这边它其实就是填了几个 填了总共有5个 这边也是填了6个 然后-999 所以我们大概模拟一下 我就不知道那个 我就是9 Enter 8 7Enter 6Enter 5 好了 再Enter-999 Enter 6 Enter 6 它create的tuple2 然后就把它再继续 然后4 3 2 1 0 然后再-1 然后再-999 ok 那也就是它会帮我把append到里面 转成tuple tuple 这个是tuple1放进去 这个是tuple2放进去 最后再帮我把两个串在一起 最后再排序一下 Enter 好 输出的话 那你如果你可以看到结果说对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问题 所以它会先串 9 8 7 6 5 然后呢 4 3 2 1 4 3 2 1 然后-1 最后如果排序的话 重新sort他 他就帮我sort 完结果ok 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 考试 到底他有没有要求要改成制定函数呢 好像似乎没有讲到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讲到的话 你写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得分了 但是呢 以一般写作的习惯 如果有重复的程式 一律建议还在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不然真的会感觉好像 那一样的东西怎么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实在是不好ok 所以呢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我要把它再改成制定函数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考试都没讲 你这样就ok了 拿到分数我优先 你不要没事考试就把它改制定函数 改不出来 然后就没有分 那不是反而就更糟糕 那如果说像这边的话 我要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以后如果制定函数 第一个 请你在前 在写在最上面 你不能写在下面 VPA是可以写上面 写下面都没关系 谁那个地方都ok 但是python只能写上面 那名称也许叫ctp 小瓜胡 小瓜胡里面的话 就是要传递那个参数用的 然后后面加一个冒号 Enter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这边说 我们就建了一个什么 ctp的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他每刮胡的话 里面没放东西 就没有任何的参数 就不带参数的 直接就run完 有没有return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他里面这一段 跟这一段很像的 那我就把这一段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或者甚至是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记得按一个type键 把它向下一阶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做一些修改 主要是做一样的事情 这边都ok了 然后最最可能 比较会有需要改的地方 其实就在这里 就是你要把这个最后的 那个tuper 把它return回 return到这边来 return过来 所以记得 这个等号前面的东西删掉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叫return 把这个东西return回来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写完了一个自定函数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 一 名称一定是前面要df 那这边我目前没有引述 最后关键是return 那return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 城市里面的这一段 delete掉 其实只要留下 接那个结果的部分就可以 所以我这边的话 delete掉 然后我呼叫他的时候 我就打一个 ctp的小瓜糊 那他如果执行到这边的话呢 他就会去跳到这边来 那因为没有船只 所以这边空的 他就跑完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帮我return到哪里呢 return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呢 最后会把list1里面的东西 丢到tp1里面去 大概这样的架构 ok 那这蛮重要 以后你们只要 城市越写越复杂 一定会遇到自定函数的问题 怎么去传参数 怎么去return值回来 这种写法不是只有python 这样 其实任何缘都有 那只是写法稍有不一样 像那个vba里面也有 都大概 反正我是觉得都差不多 只是说有些细节 不太一样 那另外底下的tp2怎么办 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把它删掉 重复的嘛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是把它改成cp ctp ok 那它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又跑过去 然后return的话 又把这个tuple帮我丢回来 丢给cp2里面 最后帮我串 串到两个变cp3 然后最把它sort的过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那当然呢 改完之后有个好处 就是程式会相对的 比较赏心悦目一点 不会就是好像感觉 一直重悟 一直重悟 所以 好 那这边的话 最后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好不好 run的话 就是直接把它执行 这个把它停止一下 有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停掉 它不会停 可能停一下 就把它执行 它这个时候会 一样会create 它问你说 所以这边把它往下卷动 9 8 7 6 负1 负999 结束 然后 5 4 3 2 1 不好意思 负999 反正就是有 然后看它会帮我把它串在一起之后 再排序 Enter 好 你会发现 没错 9 8 7 6 5 4 3 2 1 OK 然后 输出 然后再来的话就排序 输出 不过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下 注意一点 你会发现 你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 它合并完 它是triple没错 小刮壶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外面加一个sort 有没有 变中刮壶 所以其实它应该 sort完之后 它又转回 那个什么 串列 主要原因是因为只有串列才可以改变内团 不然的话没办法改变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一题 试着做做看 OK 外面先还给各位